根据肯尼提交的2011年年度报告 联邦政府计划于2012年接收24万到26.4万名新移民 这一数字与今年持平 同时也符合过去几年来 平均每年接纳25.4万名新移民的数字 但是不同类别的移民配额将有所变化 其中本国经验类移民的配额将会增加 该类别包括部分行业的白领工人 其中很多已经在本国接受教育或是工作 保守党政府认为 这类移民在本国定居后 能很快适应本地的生活 找到工作以及为经济做出贡献 预计明年这一类别的移民配额将增加到7000人 肯尼也表示 他希望接收更多年轻移民和专业移民 但是还没有说明哪一类移民的配额会有所减少 肯尼还表示 计划修改本国的海外学历认证制度 加快以及增加一些专业的学历资格认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